实际南非的缺电危机在近期越野越烈 导致部分地区深陷长达12个小时无电可用的窘境 南非主要的反对党也就是民主联盟的上百名支持者 星期三身穿蓝衣走上街头 抗议政府长期的停电 以对民众的经济日常生活甚至是治安带来负面影响 作为全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南非却在近20年来经常面临停电的情况 根据报道 国营电力公司爱斯康对该国电网多年来的不善管理 以及内部的腐败问题是导致缺电危机加剧的原因之一 因此民主联盟也要求执政党 为该国正面临的缺电危机负上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